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中秋四天连续假期的开始 在这边祝福所有的投资朋友 中秋假节愉快 当然也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 额台风进来了 所以目前天雨落滑 既然是天雨落滑的话 开车请您小心一点点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四天连续假期 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只有一天了 就是我们不断的重播 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都是相同内容 所以如果你有听的话 事实上听一天就可以了 那我的观念呢 参数股票事实上观念 比你短线进出的买卖空补点 来的重要一点点 所以观念懂事实上就可以了 好 那各千的吧 那我们正是今天节目的开始了 大盘在9月14号的时候 跌38点 所以8902点 量能放大840亿 要过去几天量能只有700多亿 好 那当然量能会放大 当然是下杀取掉 可能跟四天连续假期有关 所以大家赶快卖股票 把资金抽出来 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大家对于不确定因素的提高 市场会有点想先提早获利了结 落袋伟安 或者是 反正就是先卖一些股票 把资金抽出来 停看停 这个都OK 好 关于大盘 我的看法 我认为它是走相信整理格局 所以 我的看法目前还是一样 好 那本周不是关盘的重点 下个礼拜 下礼拜就是台股 定输赢就在下礼拜 好 所以 9月19号礼拜一到9月23号 9月19到9月23号 好 这五天关系到台股 接下来下半年 好 通常我们会觉得第四季 10月11月12月 好 应该是有 大行情 那10月11月12月 会不会有大行情 大概是9月 19号到9月23号 大概这个礼拜 大概就是会关系到 接下来台股的走势会如何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请投票 开始听我慢慢的 开始讲了 我的分析过程中 我习惯由大而终再想 这是我的分析操作的依据 我觉得 人在操作过程中 你一定会对 你一定会错 那你如何在资本市场里面 你能够见数又见零 你如何能够在资本市场里面 你不会互多互空 原则上我习惯由大而终再小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现在银场市场的台股 最主要的两个理由 一个是在FED会不会升级 一个是在美国总统大选 关于FED会不会升级 9月说真的几率不是很大 好 那就看他们目前 FED他们如何去辩论 因为他们有分歌派跟音派 就看他们表决结果是如何 但是我的经验值 因为FED之前已经升级过一次 所以就算他第二次升级 原则上市场应该已经有所谓的经验值 既然市场都已经有经验值 所以他对市场影响性不会那么大 也许你会告诉我说 老师 美股最近都是涨涨跌 都是 哇 道琼都是几百点 三百九十几点 两百多点 再涨跌 看似 看似真的蛮 应该是说 震荡幅度很大 但是我觉得美股今年最大 下半年影响台股最大的 应该是在他总统大选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这个的影响性会比肺的升级来的大一点点 经验值 相同的东西 同样一件事情 它对股市的影响性不会相同的反应 这个从第一次伊拉克战争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这个我们就经历过了 或者我们举例好了 你说SARS对台股的影响性 或者过去很多传染疾病对台股的影响性 事实上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肺的第二次升级 我觉得还好啦 说真的啦 因为市场已经有这个预期心理了 好 那反而是希拉尔的健康问题 因为我这样讲好了 就过去我们的经验值 大概你看台股就好了 台股大概在总统大选前两个礼拜 开始就去反映这个政治利空了 那美国它是在今年的11月 11月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11月8号吧 11月8号它总统大选 那现在已经是9月17号了 那美国接下来 希拉蕊跟川普也要开始 做所谓的辩论赛了嘛 那我觉得它会让华尔街 会比较停看停一点点 这个我们在今年年初就告诉大家 我说今年影响台股 说三大不确定因素 一个是520就职演说 一个是英国脱离欧盟公投 第三个是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这个在接下来的 接下来 对台股的影响性会越来越大 那因为 道琼我这样子讲好了 投票 道琼也盘够久了 如果你有看盘的话 道琼在18000多点这间 18000多点这边也盘够久了 那盘这么久来讲的话 说真的对于道琼也不是个好事情 对那士达也不是好事情 对费办也不是好事情 对S&P500也不是好事情 因为天体侠分酒必合 喝酒必分了 那本来就会去反应了 好 第三个 近期市场在讲的油价的下跌 那投票你要去了解 油价的下跌是因为供给的 是因为 我举例好了 油价下跌是因为经济 经济 比如说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当然我对原油的需求会减少 还是因为我今天供给过剩 那你要去了解这个原因 那如果就单纯的技术面而言 油价之前跌到 从50块跌到40块 它已经跌到20块了 在20%了 在那个7月底8月初的时候 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 油价曾经从50跌到40 再从40反弹到50 我就在油价40块的时候 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 我说你油价已经跌到20了 20%了 你会让空方有那个理由 什么理由 你会让空头有这个理由说 找到理由去打你 因为你已经拉回20% 就技术分析而言 跌幅超过20%或25% 它把它称之为空头修正 我们那时候告诉大家 要么油价做反弹 不然就是股价向下做拉回 就两个 两个而已 要么 我油价超跌 那我油价反弹 不然就是股价开始向下做拉回 代表经济的疲弱 好 那后来我们看到 油价从40块又反弹到50块 那现在油价又拉回了 所以要去提防 油价在这边会不会形成M头 如果油价不行成M头 那在这边油价要开始急剧的做反弹 如果油价再拉回 那它就会让市场空方有理由说 哇 你正式形成一个M头 你正式形成一个M头的景线 好 这对于操作油价的人 你应该去照有宏观面 你要去了解 第三个Apple 各位亲爱的投票 在9月13号的时候 美国大跌258点 那是大跌了56点 我不晓得你们发现 Apple股价市场表现得非常强劲 应该有 那为什么 Apple几乎在美国的重大全职股里面 因为道琼跌了256点 那是大跌了56点 几乎每股重要的全职个股都是跌的 但是Apple我不想你知道 Apple是涨2.38% Apple来到107.95 为什么 因为iPhone7的预购数量比iPhone6 大概多了10倍 当然你可以说因为首波开放的国家比较多 所以今年预购量比较多 那我的看法 那我还是那一句话 Apple是不是很高苹果 绝对不是 Apple如果他没有觉得 未来有更大的创新能力 那他当然就是会衰退 那投票你觉得Apple会不会 会不会 看他的江山这样子 冰拜如山岛 应该不会的 因为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了 不管是Nokia也好 或者是HTC也好 或者是黑莓机也好 你觉得Apple会不会让他这样子 冰拜如山岛 说真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期待也希望Apple能够让 让市场眼睛为之一亮的新产品产生 那我只能说Apple它不是一个好苹果 但是它是不是一颗烂苹果 可以讨论 真的可以讨论 那我好奇问一下 你觉得Apple这么多产品 让你眼睛为之一亮是什么 就它从以前的iPad iPad是MP3 到后来有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再来有所谓的平板电脑 iPad 再还有Apple Watch 你听到一说 就说它这么多产品 说真的Apple的这些产品 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是它平板电脑 原来是没有平板电脑 因为Apple推出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市场市场已经有智慧型手机了 已经有HTC了 已经有其他的智慧型手机了 所以Apple推出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我就说 不错 但是并没有让我 哇这什么东西 但是我永远记得 我永远记得那个谁呀 贾博斯 他那时候从那个牛皮紙袋 拿出平板电脑的时候 哇 太神奇了 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想有没有影像 就是我记得永远记得 贾博斯那时候发表的时候 从牛皮紙袋 轻轻的抽出来 那什么东西 很好奇 一看平板电脑 只是平板电脑 不幸的被我们言中 我们说一个家庭 大概 一台平板电脑 两台就可以了 你不换平板电脑 你不会一直换一直换 一直换了 你可能有空在家里滑一下 或者有时候 你在逗小朋友玩的时候 让小朋友看一下平板电脑 他的 真的 他的那个 他的需求 他的成长性 真的没有智慧型手机来的那么好 尤其智慧型手机 他跨越到5寸 5.5寸之后 你坐公车 你坐捷运 你坐高铁 事实上真的拿平板电脑的人 越来越少了 应该有发现 没错嘛 这个我们大概一两年前 就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 接下来Apple 他能不能 我举例好了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Apple现在推出双镜头 他会不会去买伏笔 例如说以后我要推虚拟实境 或扩增实境 去预留伏笔 这就股价想象空间了 当然我们希望有一天 Apple真的能够 再度的崛起 那为什么要再跟大家去聊这段 聊这段过程中 是因为请你不要去追杀 平盖股 你看不好他不代表 你要去扁他 那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一样的 观念 好 那讲到Apple 我们就要讲到宏达电 各位亲爱的投票 宏达电今天跌 而且跌蛮凶的 已经来到最低点来到74.1了 在100块左右的时候 97 100块左右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HTC会很辛苦 宏达电会很辛苦 因为Samsung Note 7卖得太好的 Samsung Note 7卖得太好 再加上Apple要推出iPhone 7 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HTC宏达电的话 你要小心他会做拿回 宏达电股价也从97 98 拉回到今天 75.3了 75.3 那爆出25,098张的成交量 不幸被我们严重 对HTC说实在话 我是有点 爱之生责之切 又爱又恨 因为本身是HTC的爱好者 那当然我常在节目讲 希望你在经济能力许可里面 多多支持台湾本土品牌 也许你觉得 老师 HCCC 我为什么要买HTC 可以啊 你可以不买HTC 没有人叫你一定要买HTC 那你可以买 华硕吗 你可以买 ASUS 你也可以买 红基的手机 多多支持台湾本土品牌 真的 在你经济能力许可里面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说的简单 做的难 但真的希望你能够多多支持台湾本土品牌 那这个礼拜就是日本东京的展览开始了 虚拟实境在这一次来讲的话 日本东京的展览是算是一个很热门的项目 那我这样子讲好了 我的看法 这一次宏达店在日本的东京电玩展算是蛮热门的 那我想表达事实上跟我过去几天所讲的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概念 如果你是要买手机 你买宏达店是为了买他的手机 例如说我买他的HTC时 或者我买他的Glite时 他即将发表 那说真的前一阵子那是手机的卖点 但是如果你要买他的虚拟实境 那这一波如果几点 几点是他的买点 他跟55.3形成对称的第二只脚 如果这一波几点 他跟55.3会拉回形成对称的第二只脚 那是拉回的买点 所以看红达店 你看你是怎样解读 你是看你要买手机这一块 那你就不要买 那股价也拉回将近25%了 那如果你是要买他接下来的虚拟实境 那我只能告诉大家 接下来如果几点拉回 请你要找买点 当然对于这种亏损的公司 我还是必须很诚恳建议投资朋友 这种你买亏损的公司 你要严格设停损 例如说你要设10%停损 15%停损 你设下你自己能够承受的幅度 去当停损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摸底的功力 不是很好的话 那就请你不要去摸底 因为毕竟来讲 来讲 你要去摸底的 你的技术分析 你要很厉害 你要能够去盯盘 如果你没办法的话 那就请你不要去摸底 我举例好了 今天有一档个股破底 就是3662的热升破底 热升今天来到35.4 收盘35.9 当然热升这过程中 他曾经有出拳洗 撇开出拳洗来讲的话 热升今天破底 但是我必须强调 这过程中他有出拳洗 各位亲爱的朋友 有多少人在热升跌停板 不断的去摸底摸底 如果你去摸底摸底 那你就会摸到大白沙 因为他又破底了 听话是吗 所以基本上 我不太建议大家 去做摸底的动作 除非这过程中 还是那句话 你的量价关系很厉害 不然如果你摸到热升 或者你摸到4174的浩顶 那这过程中 你就是不断的套劳 套劳再套劳 所以目的过程中 量价关系请您 要很厉害 再次强调 好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你问我对接下来的产业 有怎样的看法 我们先用删去法 删去法之后 我们再来去 这就有点类似我们在 国中高中考试一样 你也许对接下来产业 你不是很了解 那你就用删去法 好 你要做投资 那你在投资过程中 你不了解产业 或者你觉得短线 没有什么样前景的产业 你就用删去法 把它删除完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比较有几率 我举例好了 呃 营界内股会比较辛苦 这个我们已经讲很久 所以营界内股 短时间我不会去碰 这个可以接受 游戏机概念股 短时间我不会去碰 好 这个应该也可以接受 因为它忘记还没来 好 并不是因为热身 我并不是因为热身而去看出来 所谓的线上游戏概念股 而是它的旺季还没来 好 那当然热身的下跌 当然会像这一波雨菌 好的 辣椒 或者是华语 或者是网融 或者是Oh my God 你看这些个股 或者志冠也好 那你看到这些游戏概念股 从当初的7月底 8月初拉高之后 这样不断的破底 拉回破底 那除非它形成多杀多套劳量 多杀多套劳量 然后 多杀多之后 然后把这些甜損的卖压整个 砍出来之后 那时候 特别 那时候就什么情况了 那时候可能就是 11月底12月初 又要容易过年了 因为现在不是它忘记 所以我就把它删去 现在 我现在不会去买游戏机概念股 我现在不会去买人间类股 那我就慢慢去删除 例如说 可能现在我举例好了 现在可能对旅游业 观光业比较不顺利 那暑假也结束了 所以说 我现在对于 旅游业或航空业 我可能短线我就会停看停 因为它这时候并不是 并不是它忘记的来临 这个就是经验值 你先去删除 至少我觉得它短线没有多大的可能性 那自己说 我能不能删除完之后 从其他的比较大的亮点 我去找出 我这一波我要去留意的 这就跟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在国中高中的时候 在考试的时候 我要如何利用删去法 ABCDE 不会的把它删掉 删掉完之后 剩下其中一个那就用猜的 可能那个就是答案嘛 那下段段 我们要去跟大家去聊 我们要如何删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有一个中秋节优惠活动 希望投资朋友好好把握 那如果你需要一个专业 诚信负责的团队 也就是说经过这段时间 从9200点这样跌下来 你厌倦的那种告诉你是股票 自治长平板 你厌倦的那种搭配主持人 或者每天用高八度的语调告诉你 什么股票赶快买 不买对不起 要主动18代 你突然发现你满手股票套 然后不知所措的 你需要一个专业 诚信负责的团队 我林红相 一定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好不好 那我们会帮你太多换墙 就这样子 那好把我这个中秋节 优惠活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羊洲头顾林红相 希望大概剩下三分钟 我们简单二要复习 上半段的内容 基本上台股 它是一个盘整盘的特性 那因为9月14号 礼拜三的低点 并没有跌破 9月13号的低点 也就是礼拜三 并没有跌破礼拜二的低点 礼拜三的低点是8895点 礼拜二的低点是8885点 低不破 第一在技术分析 它就叫反弹 虽然礼拜三台股跌了38点 但是技术分析而言 它就是做反弹 可以接受 那原则上 台股能不能反弹成功 还是它接下来做盘跌 它能不能继续维持 相形整理格局 还是它走盘跌 那下个礼拜 9月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就是我们中秋节回来 下个礼拜 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时间点 台股今年下半年 该如何的时候 就是在下个礼拜 定生死 所以下礼拜很重要 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周 好 好 那至于买什么 我还是那句话 Apple 它不是一个两行股票 但是它不是烂苹果 所以请您不要去做卷空 那台积电这波拉回比较深 所以台积电之前的报大量 好 在9月7号爆出49809张 那个算是已经短线的套牢量 这个无庸置疑了 好 那像245市联发科之前反弹起来 在9月5号12860张 那个256块 那个也是套牢量 这个也是事实的 好 就是说这一波 相对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反弹都是有套牢量 所以请您要小心一点点 但是我没叫你去做卷空 好 我反而希望大家可以去留意几个题材 第一个双镜头 我还是那个观念 双镜头不会因为Apple Apple不会因为采用双镜头的热门 但是双镜头会因为Apple的采用 在接下来的其他的机皇手机里面 会大量的采用 所以双镜头拉回早卖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讲电池6121的顺达科 或者3211的 321的顺达科 或6121的芯普 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 前几天在9月5号9月6号 芯普跟顺达科强力反弹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他不会接到三宗的订单 三宗的订单不会移转给他 事实也证明 三宗真的没有把订单移转给 芯普跟顺达科 所以如果你9月5号9月6号去追 芯普跟顺达科的人 你应该是套牢的 不幸被我们言中 那现在也拉回做破底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在未来拉回破底 如果杀出量来的时候 那你要去留意 他会不会打出第一只脚 因为大家会选择品质 比较可靠的接下来的厂商 这第二点 第三点 红膜辨识这一块 Samsung的Note7用红膜辨识 它是用欧斯朗的 目前台湾并没有任何一家厂商 切入到红膜 Samsung的红膜辨识这一块 但是如果你要找红光 LED红光这一块 晶电它的专利权 晶电的爆发力 绝对比4956的光红来得到 所以如果你是看 就是看红膜辨识这一块 晶电它的效应应该会比较长 就这样子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目前有个中生节一位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如果你需要一个专业 诚信负责的团队 我李红相 一定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我还是那句话 专业的东西留给专业的团队 好不好 就祝福你 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